大家好 现在进入最后一部分的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 Tolado后台的多线程是怎么实现的 回到之前的例子 我们的主页 所对应的Handless里面的get方法里面 有一个sleep 就是主色的time.sleep 5秒 我们再次的benchmark一下 看看 Vogue是怎么样的 但这次我们benchmark的方式 稍稍有时候改变 我们13个连接 并发个数为3 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并发的请求 后台也还是一一的在处理 如果我们想在后台并发的执行这些任务 有哪几种方法呢 第一种就是使用多线程 就是在后台有一个thread pool 然后请一定数量的线程去处理这个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改写这个方法 可以让它并发的去处理 在实施改写之前我们要装一个库 这个库已经在python3里面内置了 但是在python2里面 我们还需要pub install一下 装了这个库之后 我们就可以import对应的模块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process pool executor 可以看到它里面是封装了multiprocessing 其实也就是个线程词 在这里指明一下 我们需要多少个线程同时执行 比如说3好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写一下 看一下这个方法反馈的是什么 它反馈的是一个future的对象 在这里它也应该跟经典库routine配合使用 那么我们的改写就完成了 再一次的跑一下benchmark 就可以看到三个request并发三次 一共花了五秒 然后把连接输入是大一点 然后把连接输入是大一点 如果是六次 那么就分了两批一批三次 一共花了十秒 我们在它执行的时候 可以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后台有好几个进程式并发的在执行 这种调言方式跟之前的ioloop.i的callback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对用户来说 它跟服务器之间仍然是同步的 但是服务器后台起了多个线程 在同时的去处理多个用户的请求 除了在Tolado里面用线程池来提高响应速度以外 我们还可以让Tolado监听多个端口 然后用enginx做反向代理 来提高服务器的处理速度 我们首先把启动Tolado的代码封装一下 然后用mati process去跑多个Tolado的代码封装 在这里我们拨了一下Mati process 在这里我们拨了一下Mati process 这样Tolado的多个实力就监听了不同的端口 我们看一下端口监听情况是不是这样 从8888到8891这四个端口都被Python 2.7的程序在监听着 应该就是我们的Tolado的程序 因为我们默认指定的就是8888 以及之后的四个端口 到现在为止它监听了不同的端口之后 我们要访问不同的Tolado的服务 就必须带不同的端口 那么这对用户来说是不太方便的 用Nginx端口返向代理 可以自动的把不同的Request 分配到不同的端口上去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配置 首先我们把Nginx的软件装上 接着修改一下Nginx的配置文件 如果你不知道Nginx装在什么地方 可以用一个命令查找一下 这样一来我们大致就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Nginx.conf就是应该是它的配置文件 因为Nginx的配置文件比较繁琐 我这里直接找了一个可以工作的 可费个文件 可以看一下 upstream frontend 就是我们的Tolado监听的四个端口 然后它本身是Listener80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配置 那么我们启动Nginx 那么我们启动Nginx 就用这个命令去启动 或者是直接运行Nginx 或者是直接运行Nginx 当然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启动过一次了 如果我们发现Nginx 如果我们发现Nginx无法制裁工作的话 可以看一下Nginx.conf的文件 那么这里就有一堆重复绑定的错误 就是因为Nginx已经启动了一次了 就是因为Nginx已经启动了一次了 那么我们启动之后 直接访问127.0.1 反应这么慢是因为我们后台还有Sleep的代码在里面 我们把Nginx代理打开之后 把代码改回到了 主色的Sleep模式 然后再来Benchmark一下 2P Request 总共花了10秒 草拉斗监听多个端口 是最直接的提高并发量的办法 我们再把CustomSleep改为Ebo的模式 然后看一下实际上在我的测试中有一个Bug 出现了 这个问题的话是因为Coutine.futures里面的ExecutorPool 和Main里面调用的Multiprocess这个东西有冲突 但是我们有一个解决办法 但是我们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在OutloopStart之前才去初始化这个Executor 第一次定义它的时候把它定义为None 我们把所有ChatDemo的实力都Q掉 然后重启一下 再跑一次 那这下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跑的时间是10秒 因为我放了2P在跑 根据我的设定的话 很好 还是5秒之内就执行完了 那我们放更多看看 因为它极限的必发能力就是12个线程 那我多加了一个 这里就变成了10秒 也就是2倍的处理时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用ChatDemo这个聊天室作为反向代理 演示其实并不是太恰当 因为这个例子里面需要用户之间去共享数据 而一个Multiprocess的话 是由它独立的数据空间的 也就是用户发一个信息过去 结果刷新回来 结果刷新回来 发现可能是它后台 是另外一个端口去树立的这个请求 但是反向代理这种方式还是大量的应用在 用户数据不需要交互的服务当中 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内容 一个是讲了concurrent.future.processpoolexecutor的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讲了nginx结合Tolado 启动多个进程监控多个端口 回顾一下Tolado入门教程的所有内容 首先我们是一步一步做了一个简单的博客网站 然后我们结合了ChatDemo和WebSpider 这两个官方的例子 讲了Tolado的异步功能 然后介绍了Tolado结合nginx的使用 那么整个Tolado的入门教程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可以去看一下Tolado的官方文档 还有可以阅读Tolado的圆码 官方文档和圆码是一个宝库 希望大家多多发觉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